嗨CIS 今天很開心 我們思思伏伏找到YT大哥做和嘉賓 Hello 我看你一身裝扮都很有型 你怎麼介紹一下呢 今天的裝扮都是我覺得男生 是人都會有的裝扮 其實就是一身黑色衣服 你好像經常穿黑色的 因為我覺得不用搭 大家經常覺得我搭了 其實我從來沒有搭 因為當你所有東西都買黑色的時候 哇 有搭到 搭到不同的材料出來 因為那些時裝扮都是穿黑色的 但你自己是非常時裝扮的 我覺得我是黑色的時裝扮 你是不是有很多件皮褲 不是 我只有兩件 這件是真的我拿來開電車 你看看那個圖片是特別的 因為這個是真的拿來 如果炒了在地上 我是保護的 不要炒在地上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時裝扮 這個是功能皮褲 然後就可能戴帽子 如果大家覺得寡 就可以放一個眼鏡 所以這個是裝飾的 不是真的用的 不是有時候 我就會拿走帽子 然後就扣上去 而且我看到你的銀器都很漂亮 你是有儲開很多不同的飾物的 其實我的銀器 我也想說一下 因為我每一次都戴一樣的銀器 不是因為我是一個飾物的人 我喜歡怎樣扮漂亮 其實不是的 其實每一個戒指對我來說 都有它特別的意義 所以我每一次都帶著它們出去 一個是我媽媽想的 這個是我自己做的 而中間那個我特別想說 因為 例如我尾指是有四個我覺得很重要的美德 勇氣 正義 平衡 和智慧 這個好像孝張一樣 就是四個 是啊 然後之後有 Memento Mori Memento Mori 就是Remember That 知道你每一天隨時都會死 而最關鍵的就是這個北斗星的戒指 這個是我自己做給我自己的 就是全世界只有一個 而北斗星是以前我們拿來導航的東西 我們要找我們人生的方向 它左右有一個拋留去anchor我們自己 向著我們應該去的方向發展 因為你多努力都好 你向著錯的方向就越走越遠 所以這些是我每一天都提醒自己的一些哲學 好多謝YT大哥 連講三個都是跟我們講人生哲學 就是學了很多東西 多謝 謝謝